记录记录您的生活 我们生活还挺好的 挺好的吧 就是环境差点 又您人住楼多好 就是楼小着呢 一共才四个多平民 哦 这个楼啊 是不是回迁那会儿的 不是回迁 是他就是站这几个楼 拆迁给原地的人上楼 以前那是平坊 这是88年 88年左右 我们90年回来的 我是81年才来的 平坊是居委会那个地区 您以前住那儿 平坊拆了上子 给分的这个那种 那等于也是同校还是平坊长大的 我不是这儿的人 我是老家延庆人 但是我跟老头儿是中学 还这边上的学吗 是 40多平民 是他才43点多 就是镇重面积才不到60才57 所以住的环境不好 你要想在北京城里的住 绝对没有大房 要是要 要住大房 你就上五环以外 可以 你说得对 就是这样 没错 孩子都在周围上班 也不舍得动了 哦 那孩子还一块住呢 一块住呢 那不多住啊 两居室就住 一块住啊 哦 孩子结婚了吗 结了 结婚了 那结婚呢 那太急了 太急 真的挺急的 有 有 别处还有房 但是没法去 没法去 不方便 不方便 没法上班 我还得做算 有河北人的吗 河北人 有了 那等于三天 那三天 那三天有点急 是啊 没法凑我准备 没法上班 没法上班 整不来钱呢 也不行 真是 没法 您这退休了一天 我退休了 今天一天就是 您太太久 我73了 去年本明年 舒服的 那您一看就是 比较健康 健康 还行 还行 不性格好 跟一块住不了 我找这老伴 他们家怎么十个呢 性格好不好 混得还非常好 大姑子小姑子爸爸 原来一块住 混得非常好 兄弟姐妹十个 还是原来一起住过 是吗 一块住 这个性格好 就是原来的时候 结婚了都跟我们一块住 他有俩孩子 都跟我们一块住 哇塞 我们那时候 平房特别好 是一一 就是那个 居业会呢 一大六的平房 你平房 一间房就 小的十八 大的这二三 那么大 嗯 是个人的还是吗 就是那种单位的 也不是单位的 是呢 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候 人家这家是一个医学教授 红卫兵给人家赶着库房 分给老百姓了 这他们家原来在公建大院 你车站着 5号 我知道 那 公建大院 那拆迁的时候 嗯 那原来是平房 以前改成简易楼了 改成简易楼了 给他们就是临时找地儿 找的这个地儿 找这地儿真好 大洗澡盆什么都有 就是以前人家那种 人家这一院又有门房 又有那个什么烧锅炉的热水间 人家房相当好 给人赶到南无库房 就给我们大北屋 给我们住了 来的天之后 想他们家真挺好的 这房特别好 那时候北京哪有几间楼房 没有啊 那时候哪年呀 我上他们家 我七二年来的 我住的平房 我爸一年从郊区调回 以前是不是做老师的 你心态好 是当什么老师的呀 您猜猜 语文老师 给你八个你都猜不着 体育老师 对 真的是 因为你肯定爱运动 所以才有这样的好的状态 我还多教了三年都没教过 跟孩子关系特别好 我们两个还多点 是吧 是吧 所以 是 日子过得很好 哦 真好 随便买随便吃 这就是 挖不完 对 老伴也是老师 对 老伴也是 老伴是什么 记录一下您这个 真是太有意义了 我跟这关系 这都挺好的 街坊四林 街坊四林 是 我们这个出来都说个话 那站 您的状态 整体状态特别的好 您觉得 您觉得就是状态好的 主要原因 除了心态还有什么呀 不是心态 您锻炼吗 没什么锻炼 六八 六八 吃东西什么的 有没有注意的 不不注意 什么都吃 这糖油饼还拿着 有糖油饼 应该吃什么吃什么 吃什么 咱哥咱们喝什么 是 好嘞 谢谢 再见 祝福您 祝福您 祝你们健康 没事 多走走 有个好处 要在楼上就是杨了 老婆走 也不行 我们杨了也出来走 没事 太喜欢了